鱼友为白月光逃婚三次后 我顿悟了 转身娶了别人 他静又跪下求我和好 柳如烟 你愿意跟我走吗 婚礼现场瞬间陷入了寂静 正在为女友柳如烟戴上戒指的我瞬间愣住了 鱼友的白月光李云舟又一次站了起来 冲着女友大喊 柳如烟 我抢婚 你愿意和我走吗 鱼友立刻从我的手中挣脱了出来 自己踢着裙摆 款款走到了李云舟面前 柳如烟的眼中含着热泪 满脸激动地看着李云舟 仿佛李云舟才是他今天要嫁的人 而我这个真正的新郎站在巨光灯下 像一个穿着西装的小丑 柳如烟庄重地伸出手放在了李云舟的手上 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 云舟 我愿意 情况很清楚明白 我被柳如烟的白月光抢婚了 可我并不愤怒 甚至还有点理所应当的感觉 毕竟这也已经是我这一个月里 第三次被抢婚了 我放下了我手中的戒指 紧紧地抓在手里 掌心的疼痛清晰地印出了戒指的痕迹 又一次没有人阻拦 就连柳如烟的爸妈也只是坐在台上 纹丝不动 而我也静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眼前两人的表演 我愤怒过 第一次抢婚的时候 我歇斯底里地冲着他们二人怒吼 那是答应嫁给我的妻子 这里是我精心准备的婚礼 我不可能让李云舟毁掉她 我红着眼睛 想上去将李云舟按在身下 但是所有的亲戚都拦住了我 李云舟退到了柳如烟的身边说 你看吧 遇到一点事就变成这样 她就是一个易怒的人 以后说不定还要家暴你呢 多亏我帮你是这么一下吧 要不然你以后得受多少苦啊 在场所有的人瞬间把矛头指向了我 我一下从新郎变成了罪人 亲戚们在我身边轮番给我洗脑 说我做的不对 这只是一个测试 你生这么大的气 最后是我包了几个大红包 柳如烟才又勉强答应嫁给我 我也曾经哀求过 第二次抢婚的时候 我没有愤怒 没有歇斯底里 我跪在地上 抓住柳如烟的婚纱 我求她不要离开我 我爱她 我把那些我爱她的 每一件事都说出来 李云舟又指着我鼻子骂道 呸 你还想披握我们柳如烟 你就是个无能的男人 遇到事情了只会哭天喊地 除了对柳如烟好 你还有什么能难 以后跟了你免不了受委屈 一下子我又成了千夫所指 在场的人全都是柳如烟的亲友 我是个孤儿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没有父母 他们围着我 不停地辱骂责怪着我 而柳如烟 还是依偎在李云舟的怀里 甜甜地笑着 无论是愤怒 还是哀求都不行 我做什么都有错的话 那我就什么都不做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 看着二人 这时候李云舟用所有人 都能听到的声音说 你看看 顾千诚这个男人 就是一点都不爱你 就连你被抢婚了 都无动于衷 你怎么能嫁给这种男人 这三次测试都没有通过 我看他就是一个 不值得嫁的男人 愤怒不行 哀求不行 无动于衷也不行 那你们要我怎么样呢 柳如烟听到李云舟的话 拿起手里的捧花 就砸到了我的身上 顾千诚 你个王八蛋 你愣着干什么 我都要被别人抢走了 你动都不动 你根本就不爱我 他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好像真的非常生气 可我只是拿走自己身上的花 整了整西装 缓步走到了四姨的面前 拿走了他手中的话筒 柳如烟你走吧 这婚 我不结了 我说完话 整个婚礼现场都沉默了 他们所有人都以为 我已经彻底被柳如烟拿捏了 无论怎么做 我都不会结束这段感情 柳如烟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 他更愤怒了 眉毛倒数 拿起旁边的酒杯 直接丢在我身上 我为了结婚 特意买的高定西装 也彻底报废了 柳如烟冲着我大喊 顾千诚 你抽什么疯 你还敢跟我说不结婚了 你真是胆肥了 明明是你一个考验都没过 还敢说这些话 考验 一次几十万的婚宴 几万的婚纱 摄影 私仪 鲜花 场地 三次的婚宴 加一起几百万的钱 我笑了出来 因为这三次婚宴 全部都是我出的钱 那你说是考验 不是真婚宴是吧 好 这三次婚宴 一共四百五十万 你还给我 你还得起吗 他怎么可能还得起呢 柳如烟身上的每一件衣服 每一件首饰 都是我买的 他爸妈住的房子 开的车子 甚至连工作的单位 都是我的公司 他无论如何 都拿不出这么多钱 之所有柳如烟 能够拥有现在的奢侈生活 都是我花钱在供养着他 而他却毫不在意 怒火更胜 又是一杯酒 泼到了我的身上 我让你给我花钱 那是你的荣幸 你除了有几个臭钱 你还有什么 你别想用金钱来束缚住我 你还敢让我还钱 我一定要给你点教训 说完话 他穿着婚纱 拉着李云洲 就离开了婚宴现场 李云洲回头看了我一眼 对我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我看着渐渐远去的两人 内心只有疲累和难过 我真没有想到 我爱了五年的女人 居然是这样一副嘴脸 低头看着手中印出深深痕迹的对戒 眼泪终于涌了出来 曾经柳如烟和李云洲才是一对 但因为柳如烟加到中落 李云洲拿不到柳如烟的钱 便和柳如烟分了手 我一直爱着柳如烟 得知她分手以后 我发动了疯狂的追求 在我的公事下 她终于答应了我 成为了我的女朋友 直到我们谈婚论嫁的那一个月 我以为五年的爱情长跑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李云洲从国外回来了 瞬间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柳如烟整个人全都铺在了李云洲身上 她开始不在意我的想法 不在意我的抱怨 除了我的钱 她什么都不在意了 她只在乎李云洲 她用我对她的爱 作为工具 为李云洲谋取越来越多的利益 柳如烟不停地践踏着我的爱和尊严 这段感情早就烂掉了 只是我还在自以为是的粉饰太平 我拿走了给女友父母的改口费 让四一轻走现场的所有人 换身衣服 拿上了我的车钥匙 正要回家 一个柳明的亲戚拉住了我 快笑着问我 千诚啊 下一次婚礼是在什么时候啊 他们看戏还没有看够 也不相信我会离开柳如烟 我没有回复她 直接坐上了我的车子 不会再有下一次婚宴了 我坐在车里回到了家 开始收拾东西 我决心和她彻底分开 我不可能再让我的家里出现关于她 关于我们的一切东西 家里面到处都是我们曾经真的爱过彼此的证据 我是一个孤儿 没人养没人管 整天在街上到垃圾桶里捡饭吃 直到那天 我捡到了一个半块的肉 我高兴地将它举了起来 这时候 一条恶犬从旁边飞出 叼住了那块肉 恶极眼了的 我不管抢我食物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接和她扭打在了一起 终于我打了一场胜仗 我拖着满是伤口的身体 坐在垃圾桶旁边 看着路上光鲜亮丽的每个人 吃着我手里被撕烂的肉 我看着路上的小朋友们 手中拿着糖牵着父母 我羡慕极了 我也想尝尝 糖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突然一个穿着小公主裙的女孩 发现了我 她挣脱了父母的手 走到了我的面前 为我递上了一块糖 她天真浪漫地对我说 我给你糖果 吃了就不痛痛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 如此漂亮的一个女孩 她可爱美丽的笑容 仿佛降临人间的天使 在我的心上 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那枚糖果和小女孩那天的笑容 一起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心里 变成了我绝对不会忘记的宝物 后来我靠着自己上了大学 我看见了一个人 就好像是我心目中 那个小女孩成长之后的样子 后来我知道了她的名字 她叫柳如燕 但是她当时 已经和李云洲在一起了 我只能将我的喜欢 埋藏在心底 直到柳如燕的家中 遭遇了大难 家到中落 李云洲毅然选择了 和柳如燕分手 出了国 柳如燕整日以泪洗面 而我怎么舍得 我的天使流泪呢 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逗她笑 又恰巧我的公司遇上了风口 我的身家暴涨 我用个人账户里所有的钱 帮助柳如燕家渡过了难关 他们一家请我到家中吃饭 当天晚上 柳如燕就被父母送到了我的怀中 我知道他们图我的钱 可是我恰好有着我一生一世 花不完的钱 我愿意把我这些钱 花给我爱的人 花给我心目中的天使 无论他们有什么要求 我都用尽全力去完成它 我知道柳如燕的心中 那是还爱着李云洲 而我天真的以为 只要我用尽全力去爱她 我就一定能代替李云洲 在她心目中的位置 我把她当作我心目中的太阳 我不顾一切地亲昵着她 飞蛾扑火 终于在今天将我烧得遍体鳞伤 我看着家中 这些能证明我和柳如燕在一起的证明 眼泪再一次从我的眼中蔓延出来 我想起了我刚买完这栋房子那天 柳如燕戴着口罩站在我的身边 她两个大眼睛惊喜地扑闪着 紧紧盯着别墅 嘴里念叨着未来的生活 我那时以为 我已经彻底代替了李云洲 但恐怕那时 她在想的也只有李云洲吧 我手机上也不合时宜地 传来了酒店的订单消息 柳如燕没有自己的卡 她所用的每一笔钱 都刷的是我的卡 而她买了什么做了什么 只要看消费记录 我就一清二楚 我知道 她带着婚纱和李云洲去了酒店 而就在刚刚 我还握着她的手 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 为什么 曾经那个可爱的天使 腐烂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挡住眼睛躺在了沙发上 眼泪慢慢涌了出来 三天过去了 我终于收拾好家中的物品 打算将所有的东西都打包 还给柳如燕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等着运货车的到来 突然别墅的大门被打开了 柳如燕靠在李云洲的怀里 两人笑着走进了别墅 柳如燕刚走进屋子里 看到空荡荡的客厅傻眼了 她从李云洲怀中挣脱出来 静止走向了我的身前 质问我 顾千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在婚宴上还没有闹够吗 你现在还敢把家里弄成这个样子 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李云洲也假惺惺地站在旁边说 小燕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那三次婚宴不过就是检测而已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不该这么为柳如燕着想 李云洲一张嘴 又把所有的罪责甩到了我身上 我变成了不知好歹的罪人 我看着眼前趾高气昂的两个人 笑着说 是不是你们离开了现场 我还得去求求你们两个原谅我 是不是我被抢婚了 还要挨你们一顿骂 再去给你们赔礼道歉 柳如燕没听出来我话中的嘲讽之意 仿佛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要是这么求求我 我还可能跟你继续下去 他又上下扫了我一眼 继续说 可是你现在这样 我绝对不可能再跟你继续下去了 我告诉你 顾千诚 我们明天就去离婚 柳如燕又拿着离婚威胁我 从前每一次他说离婚 我都要为爱妥协 但是这次我不会了 李云洲看着我不为所动 还在一旁帮腔 我就说这个男人嫁不了吧 不仅窝囊易怒 还是大男子主义 怎么为了自己老婆 道个歉都不肯 听到这些话 我一下子笑了出来 若柳如燕真是我的妻子 这件事真的是我做错了 无论要求我是怎么道歉 我都可以 我连跟野狗抢饭吃都可以 还有什么其他事 我做不出来呢 可是他们两个 刚刚从酒店回来 柳如燕脸上 还带着刺激过后的涂红 他怎么配说是我的妻子 我连续三次婚礼 被李云洲抢婚 口口声声答应我 要嫁给我的女友柳如燕 连续三次答应了她的抢婚 结果还反过来说 是我的问题 还想让我去道歉 我真不知道 这两个人的脑子 究竟是怎么长的 我眼睛死盯着柳如燕说 你想让我道歉对吗 好 我问你 你这两天没回家 你去哪了 柳如燕听到这句话 额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 他也知道 他之所以能够有 现在的潇洒生活 全都是靠着我的钱 离开了我 他什么都不是 他色力内忍地跟我说 我就是回娘家了 怎么样 你惹我生气 我不能回娘家吗 也就人家云洲 心疼我 还过来看看我 你心疼过我吗 事情都变成这样了 还在骗我 还想用爱来绑架我 我看着他 拿出了我的手机 直直对向柳如燕的脸 你到底看看 你自己去干什么了 酒店开放信息 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 还敢跟我说谎 他直接将我的手机 摔在了地上 不管不顾地继续说 什么酒店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顾千诚 你现在哄我 我没准还能原谅你 就算你要走 你也得把彩礼和房子留下 那就是给我的青春损失费 青春损失费 从他跟我在一起开始 从来就没有花过他的一分钱 如今上百万的婚礼 就因为李云洲的几句话 毁于一旦 居然还想找我要钱 我从包里掏出 早就拟好的离婚协议 丢在了柳如燕面前 冷笑出声 这就是我给你的损失费 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我祝你们幸福 我禁止离开了别墅 头也没回 将柳如燕和李云洲 对我的骂声 全都甩到了耳后 不过柳如燕 还是没有签那份离婚协议 他知道他签下来 就跟我就彻彻底底的完蛋了 他不想签 我自有办法让他签 我给柳如燕父母 打了通电话 让他们把我给的彩礼钱还给我 不然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柳如燕的父母还以为 我还是原来那个 任由他们宰割的肥肉 毫不在意我的电话 反而继续威胁我说 如果不再给他们一份彩礼 下次婚宴也不会阻拦李云洲 这两条老狗 还想着下次婚礼 我曾经以为 能教育出那么可爱的 小天使的父母 一定也是两位值得尊敬的长辈 而不是两条贪婪的猎狗 我也没有争吵 我停了他们一家所有的卡 还撤销了他父母 在我公司的职位 柳如燕一家瞬间 失去了经济来源 他们一家就像是凭借着爱 趴伏在我身上的一个寄生虫 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 清除自己身上 所有的脏污的时候 他们会首当其冲的死亡 很快没钱花的一家人 来到了我公司门前 却被我特意派的保安拦了下来 我坐在办公室里 看着保安室的监控 您好 三位 这边是公司战地 非本公司职员 请勿进入柳如燕 仿佛一条被踩到尾巴的猫 瞬间炸毛了 转身对着保安怒吼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你们公司 董事长的妻子 你不过是一条看门狗 你还敢拦住我 我命令你赶紧给我开门 要不然我一会就给我老公打电话开除你 保安好像没有听见一样 依然拿着手里的电棍 看着眼前的三人 他爸妈嘴更毒 好像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主人 喂 怎么没见过你这个保安 你还敢拦住我们 以前我们都在这里上班 连董事长都得供着我们 我们可是他岳父岳母 赶紧让我们进去 我们还给你留个生路 他们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皇帝 所有人在他们面前都得俯首称臣 这三个人似乎忘记了 我才是这里的董事长 他们不过是趴在我身上的寄生虫 我看着他们丑恶的嘴脸 又想起了那个穿着小公主裙的天使 这样的父母 怎么可能养育出那么可爱的孩子呢 就算柳如烟是曾经那个 给我一颗糖的小女孩 可是如今的她也不再善良了 金钱和权力 让他们变成了如今这个丑恶的模样 他们不配成为我的家人 我彻底死心了 我没有继续让保安难做 而是直接下了楼 走到了大门前 三人看到我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柳如烟的爸妈 变成了端庄又优雅的高知分子 柳如烟也收起了 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 她眨着眼睛看着我 楚楚可怜 要是平常 我此刻一定紧紧将她抱在怀里 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可是现在我只当做没有看见 这里这么乱怎么回事 你们三个来这里干什么 柳如烟抢先说道 哥哥 你们的保安欺负我 他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只是想给你送饭而已 虔诚哥哥 你是不是没吃饭啊 这是我特意请教妈妈给你包的鸡汤 她脸上一副可爱妖宫的模样 举起来想让我尝尝 我知道这是她道歉的手段 我打开了鸡汤一看 里边的各种肉都被人咬了一口 里边还飘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送给云州哥哥 恐怕是送给里云州 她特意全都咬了一口再给我的 就是为了恶心我 我看了一眼 差点没吐出来 转手把鸡汤摔在了地上 柳如烟和她父母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他们仍然觉得 我还爱着柳如烟 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柳如烟有些压制不住了 但是为了我的钱 她必须要压制 虔诚哥哥 你不喜欢我了吗 你为什么丢掉呀 柳如烟这副假惺惺的作态 实在是让我恶心 我指了纸鸡汤说道 你看看里边的纸条 再说话吧 柳如烟似乎想起了什么一样 脸色骤变 不再说话 我也不打算再废话了 拿出离婚协议书 直接摔在了地上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要不然趴在地上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彩礼给你们我不要了 要不然我起诉你们 把欠我所有的钱全部还给我 我养的法务部不是吃白饭的 也别再向我求情了 毕竟你们女儿 把走向里云州的时候 没见你们开口说话 柳如烟还想对我说些什么 但是被自己的父母 按在地上签完了离婚协议 我看她签完也不再多说 拿起来转身就走 告诉了保安 以后看到这三个人 直接武器招呼 不用客气 那一笔彩礼对我来说并不算多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也足够花一段时间了 而这段时间我也无比的清闲 除了工作以外 我总是去楼下买上几根棒棒糖 与超市的老板娘聊上一会 因此我们两个很快成了朋友 老板娘叫林苗 岁数和我相仿 我们也颇能聊得来 一天我跟林苗聊天的时候 她问我 你一个大老板 为什么总喜欢吃棒棒糖啊 我看人家大老板都抽烟 抽雪茄啥的 那多有派头啊 我拿出我嘴里的糖 对她说 我也不是不抽 有时候不会抽点事情谈不成 但是还是更爱吃棒棒糖 我不怕你笑话 我以前是个孤儿 从街上跟狗抢饭吃的时候 有一个小女孩 给了我一块棒棒糖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甜味 所以我现在也爱吃 也是为了不忘记 那个时候的艰苦传统吧 林苗有些吃惊 我以为她是吃惊 我以前居然有过 那么痛苦的一段生活 但没想到她说道 给你棒棒糖 那个小女孩 是不是穿一个公主裙 你怎么知道 难道她调查过我 她是有伤派来的间谍 她面色一红 对我说道 我就是那个小女孩 我之所以记住 是因为那个裙子 是我那天刚买的 因为给了你一块糖 被你按了个黑手印 杂喜都洗不下去 我妈给我这一顿胖走 现在想想 都有点屁股疼 哈哈 我没顾着她的调笑 直接抓住了她的手 你怎么证明 你就是 那家衣服还在我家呢 林苗带着我回到了她的家 我问她 你老公孩子没在家吗 没有老公 从小就单身 哈哈 她翻箱倒柜地 找出了一件 布满灰尘的小公主裙 我一眼就看出 那是曾经的那个女孩子穿的 林苗才是曾经的那个天使 我一把抱住了她 而她有点慌乱 手不知道该放在那里 从那天开始 我对林苗彻底敞开了心扉 我们两个 从小时候聊到未来的规划 从父母长辈 聊到天南海北 我从没想过 跟一个人聊天 能这么地让我愉快 一种满足和幸福的感觉 从中油然而生 我也能感受到 林苗似乎也是这个样子的 一年之后 我们两个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庆祝我们的相恋 我决定带她去一趟 她梦寐以求的澳洲 我们刚走到了飞机场 却遇见了柳如烟和李云州 柳如烟的脸变得有些暗淡无光 眼神中也夹杂着疲劳 而李云州似乎有些不太正常的兴奋 她有些兴奋地过渡了 柳如烟看见了我 直接走到了我身边 嘲笑我说 又我不在你身边 怎么找了这么一个小土妞啊 我绝对不允许她羞辱林苗 我回对道 这是我的女朋友 你最好说话放尊重点 你这个婚内出轨的见狗 她听见了我的辱骂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想要打我 却被李云州给拉住了 李云州对柳如烟说 你还当自己是她老婆啊 跟她这么闹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公司多大 要是咱们俩去面试的地方 跟她有业务合作 这不完了 宝贝 你先别生气 等我们出人头地了 你再回来羞辱她不迟 柳如烟听完 信信地坐下了 只是仇恨地看着我 坐在了头等舱的等候区 林苗也知道我以前的感情 她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也没有再去管柳如烟 到了澳洲之后 一个与我有业务往来的公司 听说我到了澳洲旅行 特意让我去参观一下 顺便进一下东道主之意 盛情难却 林苗也同意去看看 可是我们刚进到公司里 就看到了两个讨厌的人 柳如烟和李云州 两人正在面试 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两个 正好一旁的公司总裁走了过来 用英语问道 顾先生似乎对这二人十分关注 我摇摇头说 并没有只是有些好奇 于是就继续参观了下去 等我们参观完公司 正要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柳如烟和李云州 两人似乎是面试结果不错 疲惫的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欣喜 柳如烟趾高气昂地走到我身前 对我说 顾千诚 我现在马上就要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了 等我挣到大钱回去 一定给你好看 她还是以前那样 一副小姐脾气 虽然我并不知道 来到澳洲打工 究竟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但是还是能看出她在炫耀 她从怀中掏出一张请柬 递给了林苗 现在工作也稳定了 房子也找完了 一周后我和李云州的婚礼 你们可一定要来参加 她挑衅地看了林苗一眼 我以为林苗会直接拒绝 没想到林苗静止接了过来 对柳如烟说道 好啊 那我们提前祝你们百年好和 一周后我们一定会去的 柳如烟似乎张嘴想说些什么 但是看着林苗一副真心祝福的样子 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能局促地点了点头 李云州这个时候有点不开心了 什么也没有说 禁止把柳如烟拉走了 我回头问林苗 为什么你要收下来呢 林苗神秘一笑 只是告诉我说 你放心吧 有好戏看一周之后 我和林苗穿着便装 带着保镖去了现场 这些都是林苗要求的 我本来还打算盛装出席的 我问他原因 他也不愿意告诉我 那我只能游着他 婚礼现场在一个公园的草坪 我猜想中的花篮 拱门什么都没有 甚至旁边就是堆高的垃圾 那种臭气 让我们俩紧紧皱着眉头 一块小小的草地 上面摆了一张长桌子 上面摆满了面包 香肠这种廉价食品 这还不如柳如烟 以前一次野餐来的风声 没有座位 宾客倒是来的不少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恐怕都是他们为了凑人数 特意招来的 这些宾客为了喜庆 交了份子钱 走了进来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新郎不见了踪影 只剩下了柳如烟一个人 招待着宾客 他身上穿着 曾经我给他买的礼服 可是在以前穿过一次的礼服 他绝对不会再穿了 没有婚纱 没有花篮 没有亲人 甚至没有新郎 只有一个白色长桌 和简陋的食物 连椅子都没有 整个婚礼看起来 甚至还不如小孩子的过家家 柳如烟眼神空洞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知道他想要的婚礼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他选择了 李云州的代价 我叫保安买了几把椅子 我们这些人 才能坐了下来 很快牧师走上了台前 所有人呼唤着 新郎新娘入场 新郎从一开始 所有人就没有见过 而大家都看见的新娘 此时也消失不见 林苗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指着不远处的地方 大呼起来 快去救人 我们身后的保镖 只剩下了两个 留在我们的身边 保护安全 很快柳如烟衣衫残破的 就被带到了我的面前 同时抓过来的 还有两个镖形大汉 柳如烟痛哭流涕地 对我们说 李云州这个混蛋 他拿走了我所有的钱 还要把我卖给人贩子 他跪在了我的脚边 抓着我的腿 哭喊道 千诚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了 我知道错了 你还爱我对不对 我知道你还爱我 我求求你了 我们和好吧 我曾经也这么哀求过 他不要离开我 不要把我一个人 丢在婚礼的现场 如今柳如烟 也被独自一人 丢在了婚礼的现场 哀求着 求我和他复合 但是我的爱 不是那么廉价的东西 会因为他的几句话 就死灰复燃 我从怀中掏出了一张请柬 塞到了柳如烟的手里 这是我和林苗的婚礼请柬 希望到时候你会来 这是林苗早就准备好的东西 里边还塞着一张回国的机票 柳如烟正正地看着手中鲜红的请柬 松开了我的腿 趴在地上痛哭了起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想再听他说什么了 将他们交给警察之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很快我和林苗回了国 回程的飞机上 林苗将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第一次在机场 看着李云州的时候 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第二次见到他 就更确定了 林苗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知道 柳如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特地为他准备了机票 我看着他在我眼前 一脸邀功地说 自己又将一个女孩 就出了地狱 我也开心地笑了 林苗就是这样善良 很快我和林苗就结婚了 婚礼上没有出来抢婚的白月光 也没有嘲笑我的亲戚 只有真诚的祝福和幸福的我们 而婚礼上 我没有发现柳如烟的身影 她似乎没赶来我的婚礼 我和柳如烟也就彻底断开了联系 再也没有她的消息 直到那天 我领着林苗上街买衣服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云州正牵着一个陌生的女孩子 在街上走着 两人亲密的模样 好像是一对情侣 而小巷的阴影处还潜藏着一个人影 两人刚走到小巷处 那个人影直接飞扑出来 将李云州扑到在地 那个人影正是柳如烟 她浑身脏污披头散发 精神状态也有些不正常 拿着匕首抵着李云州的脖子 疯狂地大喊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我家的钱都被你卷跑了 我爸妈被你逼得自杀 把我骗到澳洲去卖了 现在你转头就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李云州 我杀了你 一刀捅进了李云州的脖子上 随后对着李云州的身体 开始疯狂地攻击 等到警察来的时候 李云州的尸体 已经被柳如烟 砍成了一滩烂泥 柳如烟杀死了李云州后 似乎一切的纠葛 都落下来了帷幕 此刻的她变得疯疯癫癫 被警察送去了精神病院 在那个阴沉的午后 我和林苗并肩走进了那座 庄严而沉重的法庭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难以言喻的压抑 每一步都踏在了心上 沉重地让人喘不过气 今天 是柳如烟案件宣判的日子 我和林苗出席了旁厅 法庭内 灯光昏黄而冷峻 照得每个人的脸庞 都显得异常苍白 柳如烟被两名法警 押解着进入 她的眼神空洞而迷离 仿佛灵魂早已游离于 这个世界之外 她的长发散乱 衣衫不整 在不见昔日 那个跋扈张扬的模样 她嘴里来来回回 续到的还是那些话 我好后悔 我选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都是因为李云洲 是她害了我 是她害了我 她死了是罪有应得 哈哈哈哈 柳如烟 癫狂而痛哭 我感到一丝恍惚 隐约的快意 让我很迷茫 宣判的那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 法官的声音 在空旷的法庭中回荡 每一个字都像是重锤 敲击着每个人的心 柳如烟背叛有罪 而那一刻 她突然像是被什么 触动了心弦 猛地挣脱了法警的束缚 发疯般地冲向墙壁 用尽全力撞了上去 鲜血染红了她的关押服 也染红了在场 所有人的视线 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 她内心的挣扎与绝望 那是一种 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 我没有继续看下去 我和林苗默默地走出法庭 手紧紧相扣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 我和林苗的爱情 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 反而变得更加坚固 我和林苗结婚的第二年 我们的爱情结晶 一个可爱漂亮的小公主 来到了这个世界 她的到来 为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希望 每当看到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容 我的心便会被温暖填满 所有的伤痛 似乎都随着她的笑声 烟消云散了 事业上 我也迎来了新的高峰 在林苗的支持与鼓励下 我开设了一家福利机构 专门帮助像我这样的孤儿 我深知 自己的成长之路 充满了艰辛与不义 因此 我更加珍惜 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我们为他们提供教育 医疗和生活上的帮助 让他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和社会的关爱 林苗更是亲力亲为 她用自己的温柔与善良 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妈妈 如今 站在人生的兴起点上 我回望过去 心中充满了感慨 那些曾经的伤痛与苦难 如今都已化作了前行的动力 我感谢林苗的陪伴与支持 是她的爱让我走出了阴霾 迎来了真正美妙的人生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我知道 只要我们手牵手 心连心 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天真的孩子们围绕在我的身边 仰头看着 顾爸爸我以后也要成为像你这样厉害的人 我厉害吗 不算吧 但是毋庸置疑 我此刻无比的幸福 全文完 我以为真正的带着 我以为真正的带着